事實上,我們為香港人可疑放心,應該放心 全國人大在審議草案,還已經清晰指了出來 為香港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針對的只是稀少一批人,犯上了嚴重罪行的人 如果你們沒有任何計劃行動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的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串連外國環境外的勢力,干預香港的事務 你們實在無理由,任何理由感到害怕或憂慮 所以,我希望大家明白,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是為了充分保護國家,保護香港 從老百姓的角度,就是保護每一個家,每一個人